作为台南特色小区的鲜柯卷 是陈家柯卷的创始人陈阿嬷 在二十年前根据虾卷创造的一道美味 好吃 有鱼浆很鲜 海力很鲜 很大顆 现播 现做的柯仔料理是陈家柯卷的招牌 三十七岁的李明泉是第二代传人 如今由他接过母亲的担子 柯仔是海边地区常见的海鲜 新鲜上岸的柯仔在凌晨四五点钟就会运到这里 平均年龄超过七十五岁的阿嬷们 和柯仔的鲜味保卫站从此开始 以前五六岁就在剥鵝 十几岁就在菜市买鵝 就买到现在 那相当于你对柯仔是很有感情 对啊 从小到大 从柯农到买柯卷的老板娘 七十五岁的陈蛤蟆怀着对食物的坚持 创造出一道道经典柯仔美味 我妈这样冬天这样做到老了 其实我们也是从很小 也是陪她一起做到这个年纪的 二十年啊 出网膜包裹新鲜现拨的柯仔 卷成长条状即是柯卷 我们是早点早就起来的 四点多就起来的 那一天可以包掉多少 差不多三四十 三四十盒 那还蛮多的咧 那你已经包了一个多长时间了 早几年了 包好的柯卷 想要达到香酥饱满的美味 还得沾上特别调制的酥炸粉 经过了油炸后的酥香饱满 是在地人的最爱 扎实鲜嫩的口感 能让柯卷在嘴里产生令人愉悦的弹性 主要是在工作上面 就是一定要要一个坚持的 对啊 他也要说自己做的东西 也要有实在也要有新鲜 从谋生的工具 到一种柯仔的美食文化 一份简单质朴的柯卷 却给人一种厚重的诚意感 我给你吃饭了